中美两国元首终于会晤了 拜登表现得十分亮眼 又做出了一大堆承诺 中国已经画出了红线 他能否听得明白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本期中心talk 2022年的G20峰会 谈称是今年下半年国际上的 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之一 而其中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 也成为了这次峰会的重中之重 拜登表面上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 跑步来见我国元首 但是要想让中国好好配合他 美国做的还远远不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中美元首会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拜登表现十分的积极 给出了一大堆的承诺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谈 无意寻求从中国脱钩 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等等等等 为了让两国元首这次的会谈 尽快落到实处 还将派出国务卿布林肯 尽快出访中国 美国积极热情的举动 一度让人产生了幻觉 这可不像那个平时耀武扬威 以止气使的世界第一强国 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 已经基本尘埃落定了 比预想的好上太多了 共和党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大获全胜 接下来拜登就可以把更多的心思 放在对外政策之上 而如今的俄乌冲突 气候问题 经贸合作等问题 美国都需要来积极的拉拢中国 俄乌冲突最好的结果 还是和平谈判 中国多次强调对话 还希望防止核危机 这些美国都是赞同的 而在气候问题之上 美国也离不开中国的帮忙 此前已经多次释放了善意 希望和中国展开更多的合作 可别看美国说的那么好听 人正落实下来恐怕还是很难 对此我们中国早已经看明白了 和美国谈了这么多 中国给出了明确的信号 海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是双方最敏感的问题 希望美国能够将美国总统的承诺 真正落实 只有美国真正的遵守了这条红线 其他问题才有得谈 不过就目前美国的表现来看 还是存在疑虑的 毕竟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 美国还在做着破坏和平的事情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还在叫嚣着美国要向我国台湾地区 通报两国元首会晤的情况 而且还将继续为我国的台湾地区提供防卫支持 美国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 拜登承诺不对抗 但是却搞出了印太战略 搞出了一大堆对抗中国的小圈子 这符合美国人的人设 中国的期待是两国能够实现合作共赢 我们不讲究灵狐博弈 而美国非要搞一个你死我国 这次的会谈来得十分不容易 我们自然希望美国能够说到做到 但是这是十分的困难 中国期待合作 但是美国却经常一岸无尽 在经济上发动贸易战 在科技领域恶意围堵华为 打压中国芯片制造 在政治上到处渲染中国威胁论 上个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把中国列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而在外交方面 美国积极的在中国周边买雷 挑唆局势拉拢对抗 美国种种行为可圈可点 大家可都看在眼里 未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和竞争 还是不会少 但是不管怎样 中国已经明确亮出了红线 美国更应该支去 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展开 更加务实的合作 三年以来 中美两国领导人再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相当的不容易 希望美国不要把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白白浪赔掉 说到做到 这是中国给出的要求 接下来就看美国能否把握住了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